可恶的黑暗炸鸡 赶快放了我 小银河 你终究还是上当了 你没想到这是我的陷阱吧 肥皮无耻 我银河爸爸不会放过你的 区区的一个银河奥特曼 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何况他也不知道 你已经落入了我的手里 老大 您真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这样抓小奥特曼 真是毫不费力啊 那是当然 赶紧将小银河给我带走 我要重新布置能量阵 遵命 老大 而就在此时 小狄家也来到了这里 不好 黑暗炸鸡怎么会在这里 老大 小银河已经被我关笼子里了 很好 能量阵已经被我恢复 用不了多久 就会由小奥特曼上当 咱们先回基地 将小银河的能量吸光 哈哈哈哈 老大您真是太厉害了 小狄我佩服的五体投底 等黑暗炸鸡他们走后 小狄家立马出来查看 刚刚好像听到 黑暗炸鸡说能量阵 难道黑暗炸鸡会在这里 布置陷阱吗 奇怪 这几台游戏机 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不对 游戏机 是为了吸引小奥特曼的 小狄家对着一台游戏机 使用了奥特技能 慢慢地露出了里面的能量阻 游戏机果然有问题 怪不得小银河会被他们抓住 不能让这个陷阱 再迫害其他人了 我要把他们全部摧毁 而此时黑暗炸鸡也听到了动静 不好 好像有人在破坏能量阵 你先回去查看 我把小银河带回基地后马上就回来 遵命老大 小狄家给我站住 可恶 陷阱都被这小子摧毁了 臭怪兽 我现在可没空搭理你 小银河现在很危险 我得赶紧回去找狄家爸爸 去救小银河 小狄家刚走不久 黑暗炸鸡也赶了过来 怎么回事 是谁干的 老大 您您您您 您您踩到我了呀 哎呀 不好意思 这到底是谁干的 是小狄家 可恶 老大 我 我 我可能需要抢救一下 这这这 不好意思 小狄家真是太可恶了 居然坏我的好事 小狄家回到家后 向狄家奥特纳 把事情说了一点 爸爸 您快去解救小银河吧 他现在非常危险 事情比较严重 我先去通知银河 你自己待在家里 哪都不要去 好的爸爸 你一定要快点 老大 狄家已经走了 咱们进去将小狄家抓走 让这小子 尝尝和我作对的下场 小狄家能躲过这次危机吗 咱们下期再见 床家 可恶 等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